历史焚化炉 杭瀉一气 任期二维发展 国民党会无可救药 连述批评来因新科立委素质差后 科总召再亲上活现 廖中华权委朱主席翻呛的这句话 请科建民总召 你不要水准低到 是破腹骂街 终于引则出动了 让国民党基督恶化下去的话 变成国家乱言 这是让国民党走上 历史的焚化炉的 科建民自认忠言逆耳 但朱立伦是越听越刺耳 我再一次呼吁科建民总召 一定要节制这样子恶意的攻击 对整个未来台湾的政局 是绝对不利的 竟然是缺耳 最讽刺的就是说 唯一去立委参选的第三名 政任前得票率 是全国最低 但党业和民意的漏差这么大 加码采租主席痛点 国民党中常委缺额竞选 轮效化 国民党团总召 傅宽旗主动加入战场 以国之将王必有期换 回线乱政莫此为胜 从国防外交到财政内政 脸书点评 民进党执政期换 总结科建民所言差异 要讲败坏国家 再留曾孙 践踏人民 回线乱政 谁能超越民进党 及科总召呢 复婚旗会就地盘被侵犯 他被变化 是说赶快发言 这个主力的互别苗头 颜看蓝绿主席 对上总召骂 暂停不了 复婚旗不止发文 还要成立防护网 主动发起攻势 让资深立委 到新科立委 脸书留言力挺 当后盾 强国立院主导权 划分党团 党中央 不容越界 三十五黄金城 温文轩 泰报道